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3日晚星期二的节目 这次是老风慢慢聊 今晚先进入主题 就是说到伊賀派的武功 伊賀派本身最出名的是飞仙 飞仙当然大家顾名思义就是轻功高绝的高手 而伊賀派在新主和旧主是有完全不同的演绎 例如旧主去到400期左右才正式交代沖繩 有两大忍者世家分别是甲鹤和伊賀 不知道有没有忍者小凌晶和阿金麦基 而甲鹤就以刀仙为首 伊賀就以飞仙为首 但是去到当代他两位仁兄已经退居幕后 实际上挂名做首领的应该是甲鹤真弓和伊賀派 而去到再对落 甲鹤就有三大天专 分别是千变天专 也就是甲鹤真弓 然后有他父亲的师兄 涉云天专 然后有毒火天专 当初毒火天专一出场的时候 甚至乎他的掌径比火神的火人长更加霸道 而除了三大天专为上瘾之外 甲鹤派还有七残中瘾 而对应伊賀派 伊賀派有四大上瘾 分别是天妖、天怪、天机和天魔 天魔就是伊賀心 然后对落那三个上瘾 再跟着就有空 当初对付大水牛 对应中瘾这个level 而去到新著的时候 因为估计世界比较圆满 甲鹤和伊賀就去到三百多期才正式交代这两个组织 而伊賀就再增设了一个角色叫伯咒 或者叫伊賀洋界 想和大家介绍了伊賀洋界是什么身份 伊賀洋界是罗撒教左右密使之一 他其实有两个身份 本身是少爷子 伊賀派的少主 伊賀心的长子 另外他还有一个花痴羊妹妹 叫伊賀爱 不知道大家认同 但我当初看到他的发型 我只是觉得 黄小龙为什么要变姓走去做女人 而伊賀派的孙女就是一个花痴 孙女叫似的样子 但是似的样子 很奇怪 作为你是伊賀派的长子的孙 你不是应该想办法 去令伊賀派发扬光弹 为什么会去做罗撒教的狗 而事实上 你本身也可以做首领 或者一个教派的领导人 你竟然一开始就决定帮罗撒教 西成用尽忠 如果以单纯个体身份来说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你背着整个伊賀派的期望 你去做别人的狗 但是 打个比喻 你是一间上市集团的继承人 伊賀派这么多年历史 其实对应经济学的社会洋 应该是大的经济机构的长子的孙 你背着整间公司 为什么你会去寧愿帮别人打工 都不搞好你自己一间祖传的公司 这件事我会觉得真的有点很难解释 或者我代入不了白 有时看漫画 如果你要投入一个角色 或者你要理解一个角色 首先你要投入一个角色的想法 但是我明明是一间大公司 一间几百年的基业公司的长子的孙 我是最恰当的继承人 为什么我反而去打人来工 为什么我不再大贪 我甚至想办法蠶食罗撒教的势力 去令到自己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 这个我真的不明白 说十次一百次我始终都不明白 我投入不了白咒 没错白咒效忠西成用 以一个职员的身份来说 他是刻鱼其分 但最惨他有两个身份之下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个身份 除非你祖宗基业已经是生虫 比如已经是亏了很多年钱 只剩下空殼 你要去借助罗撒教的势力 令到你祖宗的基业维持下去 这件事是合理的 但是在伸出狼虫门世界 又不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整件事令老冯相当之招头 不过他这件事不绝 说回伊賀派 对了伊賀派 好像标题所说 其实他有三大绝技 内功就是超神气道 招式就是无形刀 再加上他的轻功非中术 其实以他实力的水平来说 相当霸道 甚至当初在一邪二仙的阶段的时候 曾经说过伊賀非仙的实力 是接近邪神级的高手 即使未去到两间 接近的话 我想三间应该毫无疑问 而最重要的力量层次 不是我说的 是本书说的 而当然伊賀派除了非仙之外 他身权了一些人物 就是伊賀大圣的角色 根据他的故事就说 伊賀大圣就是伊賀非仙的真名 伊賀非之前的伊賀派第一高手 他练成的是神气道 直到伊賀非仙成功 将神气道改成超神气道 他才退高伊賀派第二高手 而在第二高手之下 还有四大上瘾 就是伊賀天魔 伊賀天妖 伊賀天妖 伊賀天怪和伊賀天姬 当中 整个伊賀派得到非仙真传无形刀 和非中朔 只有两位角色 第一个就是刚才的白袖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另外就是 非妖加蛇杀星的混合版 号称天魔的伊賀心 其实比舊主来说 他的造型也有进步 舊主始终只有老油条 或者可能对非妖加蛇杀星有些期望 所以他两个混合之下 伊賀当初出场的时候 一个打四个都威了几页 一个几页之后就被人打了 这一架 而伊賀非 其实 他创出的无形刀 并不是大家看到的无形刀 最初的时候 其实伊賀派并没有一个无形刀 是伊賀非 经过苦练之下 才创出的功夫 故事世界是这样的 话说当时 百年出了一个武学奇才 伊賀非 他决心要用刀术超过甲荷派 但是他始终有些奇怪 他的刀不是以刀为招 对了 当初他继关苦尸的时候 他也想不到如何超夺甲荷派的刀术 而他苦练在山顶里吹了一年西北风之后 终于在承索里得到了灵感 灵感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 以内功配合承索 再利用承索的威力去造成双人肢体的效果 而这个双人肢体的效果 是同样以内劲去推动 但是他除了内劲之外 伊賀非其实都花了一些心思 就透过一些原尸 加一些钻石的粉 而钻石粉是一个很具切割力的威力 当他利用内劲配合技巧 去令到原尸一条线去攻击地人 当然一条线他只是造成刀锋 在身体肌肤造成切割的效果 但是前面那端比较小的力点 是造成不到深层次的伤害 但是如果他利用巧劲 将那条线绕着对方的身体部分 当那些原尸和身体强烈磨擦之后 就会造成切割的效果 令到无形刀当初说 双人之体隔空取物的能力 而去到后期 阿飞先功力提升到某个层次之后 古迟世界没有说过这个层次是多少 level 总之内攻去登峰操极 就可以放弃原尸 真的透过内劲 去推动一股无形刀 去达至隔空伤人的效果 而无形刀最沙加的地方 就是除了攻击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疗伤效果 当初火红尘在百年大典一役受了重伤 就是得到伊賀菲仙帮他的治疗 比如在这里 当火红尘被菲仙下刀去医治的时候 菲仙曾经解释过整件事的来刻 第一步就是将神器迫使到伤者全力运劲 在运劲时便会知道身体哪个问题受损 然后可以对症示到 然后在这里指出火红尘臣的伤势在哪里 当火红尘臣运劲然后菲仙下刀 一刀劈下去捉太阴辟经的时候 便会将伤患医治 而这件事其实就是医学派最厉害的地方 坦白说杀人的功夫有谁不懂 但救人的功夫就不是个个懂得 而对比甲鹤和伊賀 其实甲鹤在身处的演绎是胜过甲鹤何止一筹 党内功有伊賀大胜的神器度 再加强成为超神器度 而当初的描述是有教主级数的水平 而除了内功之外 招式无形刀器 首先他有装备 装备是原尸可以隔空双人 就算你功力未去到飞仙的身份 好像伊賀心和伊賀阳界都一样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 但是当飞仙的功力去到登封草棘 就是不需要任何装备 都可以达到隔空取人首级的效果 此为无形刀 而除了攻击的范围之外 还有就是轻功非中信 在估计世界曾经说他的轻功天下无数 而实际上以当世那么多个帮会 主要的大帮会 伊賀派最出名的就是轻功 对比在通天原始百年罗杀 或者势力上财力上有所不及 但是纯属以轻功称来说 伊賀非先可以说当之无愧 而除了刚才这三样东西之外 既然说到无形刀可以落到伊賀阳疾病 即是说他攻击闪避 甚至乎尿伤都有一个超卓的效果 那就是一门四拙 而再和大家分析一下伊賀和隔壳的战斗力 首先伊賀派提案到 身上有非先 接着有四大上瘾 中间再遣见一个伊賀大圣 然后当代有两个孙 一个孙女废弃 可以不理 另外这个长子的孙伊賀洋戒 就是罗杀教的密使 也是西成勇最信任的两者 上一大桌的战斗力 现在数下去就是伊賀非先 伊賀洋戒 加上四大上瘾 和伊賀大圣 但对比在甲河那边 甲河在身着的演绎 上一大桌的只有一个甲河刀先 而刀先对落有两个长老级的人物 一个就被甲河刀先做坏了 对不对 应该是甲河刀先逼到他自杀 然后刀先令他死无存事 另一个就曾经说他冒认了真功 被甲河刀先做坏了 再加上甲河真功 和甲河刀先的外孙 其实上得大桌的人物 甲河派只有五个 大家数起来 其实伊賀和甲河在身着的演绎 其实是有点不合理的 因为他既然说到伊賀和甲河的势力 达至均衡 那为什么甲河和伊賀的实力会有些距离 而最重要的是 甲河最擅长的冰心诀 和他招冰冤雪恶 或者他的杀伤力是很强 但整体来说 你有非众术 有无形刀 有完善 甚至无形刀 可以达至救人的效果 其实以实力来说 客观的评论 伊賀和菲仙比甲河都先更胜一层 所以以伸着龙虎门的描述 整件事有点不合理 不过龙虎门世界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多一件不多 少一件不少 而去到节目的尾段 就要和大家分享多一个问题 其实超神器 神器道 超神器道 其实是骂了伤爆 其实什么叫伤爆呢 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淡散 一个叫做新宫炮 号称暴力王 通天四王之一 或者应该是通天四王的榜尾 在498期的时候 曾经介绍过这个仆街的武功 整身炮文的高手 号称暴力王 也是老天尊当时的救员工 直到老天尊退休不工作 他都继续要上班 其实他最高职级应该是负税 因为以通天四王来说 姜太公天外逍遥片 应该是之前的丞相 而文太师曾经成为了通天教的兵暴元帅 那宫炎王也要屈居文太师之下 至于暴力王 其实这个高手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又或者是当初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 是没有想清楚通天教内部的阿寇的高手 比如兵暴 兵暴之首是四龙元帅 救助四龙对落就是一个叫虎威将军的角色 虎威将军之后有无威、无胁和炮库将 对了,元帅将军、副将加左右先锋 但是他伸出的时候 其实兵暴的演绎就有点奇怪 比如四龙元帅 然后后再潜见这个傅帅暴力王 再跟着就是虎威将军 虎威将军之后就多了左右先锋和通天三仙 其实如果大家想回一个职合来说 四龙元帅对落就是暴力王 暴力王对落虎威将军 但是暴力王在这个战役和老妖只打过五波 是两败俱伤的 然后再对落就是虎威将军 虎威将军和白乐天是打到同贵于尽 然后再说通天三仙 土恒孙被小邪女打低了 雷镇子被龙人打低了 其实通天三仙的实力应该是七至八关左右水平 但是在中间再潜见了暴力王 就令到价格有些臃肿和奇怪 譬如通天三仙 救主是承相虎那边的角色 但是这里就过底跟了暴力王 但是暴力王 第一它的功能有些奇怪 第二就是招式和后来的金面佛 权霸三杀技有些重叠 还有它的内功 这套内功非常奇怪 叫做超神器 修炼的那些叫做内加真元 就以力量为单位 以内加真元 其实我勉强都接受到 真元大概等于射来自 但是如果以超神器可以有内加真元的话 就好像突然将真元的级数降低了 此其一 其二 什么叫力量为单位 有没有人说单位是什么意思 不是一个量词的配合 就是说你有多少成功夫第几层 这样叫做单位 但是什么叫力量为单位 但他又没有解释 总之来说 暴力王这个角色其实并没有经过深思熟累 比如刚才说到他的招式和拳霸三杀技有些重叠 他纯粹一个简单的拳路 只可以这么说 他在想的时候并没有想清楚其他角色的定位 结果当通天教其他高手出现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些明清上 招式上或者功能上的重叠 又例如这个超神器 剧非常不恰当 就是他和伊賀菲仙的超神器道太类似 而超神器道又脱胎至神器道 老冯特认为 同一个故事世界里 尽量不要用太近似的名称 因为创作是想让大家有个印象 记得这件事 但是当这件事和另一件事的名字很近似的时候 其实让读者很容易运达 让读者混淆的话 就不是读者本身的问题 而是制作团队让大家混淆了 所以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制作团队是没有用心去帮暴力王制造一个独特的形象 无论从武功的名清来说 招式套路来说 或者是一些特色来说 暴力王也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 对比空贤王 对比姜太公 他是完全没有一个特色 你不会记得他 又或者如果老冯不提 有多少人记得有暴力王这个角色呢 而当然了 文泰斯帮他占了底 占底的原因就是制作团队突然弱化了文泰斯 非文泰斯之罪 但是暴力王很遗憾 在通天四皇来说 说武功 说机智 说各方面来说 他都是战底 甚至乎他说他是两朝大元 位列四皇之一 其实他有些租太了通天四皇的名称 即是说他是没有资格成为通天四皇 如果大家想想通天四皇 姜太公是两朝元老 甚至乎老天尊小小都要跟他拜师学 而文泰斯武略比较出色 即使他的武功未必是最高 但是他能征惯战 在前任来说 兵部完遂 就算是四龙死亡之后 文泰斯在兵部的威信 都是这么高 而空贤王即使他有点颠颠爽爽 但是说攻击力 说杀伤力 其实他应该不下于文泰斯 只不过他只是有勇无谋 但是暴力王呢? 说武他比不上姜太公 说智力他比不上 即是他说行兵险将他比不起文泰斯 说杀伤力也比不起空贤王 他凭什么棘身四王之一 这件事其实老方是相当质疑他的地位 好了 关于这个超神器道和超神器道的解说 就到此为主